今年我非常羡慕磅礴的演出状态 我觉得不单单是松弛那么简单 它是跟观众能极快地达成一种 共鸣还是共振还是什么东西 就是那是一种更 是我觉得比松弛还要更难的一些东西 它的段子其实在突围赛也是临时换了好多 有些东西我觉得它可能也不是十分的有把握 但它的状态可以非常完美的把它的文本支撑起来 这一点挺厉害的挺难的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怎么能做到这一点 线下我觉得我经常会惊叹于周期末 它会像一个 我找不到一个非常合适的层 我不想说得太大 不想说得太 它像一种标准一种标尺一样 我经常会觉得 我经常看到它演出我会觉得 脱口秀应该更是这样的 对 这有一种纠正的作用 对于每年参加这个比赛来说挺疲惫的 想要去集中说一件什么事情 最后可能就落在中年当下自己的一个状态上 你确实也是一直 今年开始比较困扰我的一件事 对 有一种中年危机 那天因为是下午录制 感觉来的都是学生 我后面讲中年嘛其实 感觉讲中年大家也并没有太大的共鸣 对 靠羊排 靠羊排 嗯 那几分钟呢 七分吧 好 其实 并不是所有的段子都需要靠共鸣 就是 有一些它也是可以 就是说它其实不是我的受众 就是如果我的文本足够好 表演足够好 它其实仍然是会有效的 就我是说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自己可能表演状态不是特别好 就更难把人带进去 我很久没有换过发型了 就那个发型维持了很多年 我其实就是想 换一换 我每次剪完头发都习惯自己再弄一下 它弄完我总是有点不满意 但是刚才那个老师也去卫生间了 我就不好意思当时打着面调整 所以我就得想回去再调整一下 我一会马上回来 危险在台上展露自己的脆弱很危险 而我过于的去把这种 自己的一个血淋淋的东西放在这儿可能 观感可能确实不够好 我觉得我的本质上我之所以喜欢这种风格 这一类的这种往 暗黑方向这种走的 就是它是去展现自己的不好 展现人性当中的不好坏的东西 可能跟自己以前叛逆 然后生活当中表达的途径也比较少有关系 我一开始非常 我觉得那个舞台就是给我一种非常 一开始是觉得有很大的安全感 当我站上去之后我可以 非常畅所欲言 有一些甚至是跟很好的朋友 或者很 很亲密的人都不会去说的那种很直接的话 可以在那上面在这种一个形式的包裹下 你可以去把它说出来 从最早北京开始说到最终上节目 有个 三年左右两三年左右的时间 这段时间其实我身边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我在干这些事 什么 健身房的一些朋友啦 家里啦 就更不知道 对 就是我挺 我到现在都觉得 我很想把他们 这两个世界隔绝开 就是 我不是一个会说话的人 嗯 我在表达上是 很欠缺的 就 我那天跟谁聊天 我说我要不做脱口秀 的话 我可能这辈子 百分之八十的话都不会说 我至今从来不用过的写任何东西 我每次发给别人也挺不好意思的 我就是直接粘贴 所有的文字就直接粘贴在 微信的对话框上 就哭 特别长 我用空格比较多 我一般都会在每一个笑点的时候有一个空格 我看我的文本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我这一篇的节奏是怎么样的 好多空格就说明笑点还比较密集 如果 一页才一个空格 那我可能就是铺垫也比较长 就各方面都 就会有点涌长 是控制自己节奏的一种方法 因为我最早开始说的时候就是 在台上还没有那么自如 我就会尽量把自己说的每一句话去精简到 绝对不能再精简那种 我最近几年就发现我也开始会去试着在台上找岗 我以前完全是不敢想象这种东西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没有办法每次都保持那种 即兴的感觉 新鲜感 我觉得对我来说更合适的肯定还是 提前在脑海里构思好 排言好 脱口秀这个东西就是你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试很多东西 就我觉得自己的风格也一直在变 包括创作的方式 写稿的方式 在舞台上表达的方式 抛梗的方式 就一直在变 比方说对我的 我觉得是写东西的那种风格 这种语言上的一种口语化的表达一些 我觉得是影响挺大的 就我会觉得在早期自己刚开始上台的时候 会刻意就是走这种 比较冷的这种路线 说话尽量简短 比较冷面一点那种感觉 后边就慢慢还是一直希望自己可以向更 更外放一些更展示出来更深的一些东西 韩韩很奇怪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非常羞于承认自己受过韩韩的影响 记得在年轻的某一个时段是觉得很骄傲这件事的 三重门应该是我看的第一本小说 然后打那之后呢就开始看的比较多 看当时的 当时算当代文学吧 就这种 反正就是各种王朔啊 石康我记得一些 整个那些小说就看的比较多 整个那些小说就看的比较多 好 好